例如你可以職業、OT 職業到一隻狗 我想現在很多人想像之前那樣 這些是好日子來的 對於香港來說 今時今日竟然會是這樣 現在不是 現在你想職業都未必可以職業 我們今天所說的是德勤 我們所說的主角德勤就是這樣 德勤就慘了 以前也聽過 如果你有很多畢業的朋友說 不要說德勤 其實四大也是 四大來說 做德勤算是好的 因為原來他也說 賺得比較多 其實對員工好像是比較闊著 賺錢能力 如果在同行裡面是數一數二 但人們都知道做得Big Four 你是要帶牙刷上班 因為你是忙到沒有時間洗澡 是 是 現在01這篇報道 其實這一點都不意外 這就令我想起之前彭博的報道 其實很多銀行家 尤其是iBanker 就說放大價 是吧 iBanker放大價 意味著很多上市公司 都不追蹤香港 是吧 為什麼不追蹤香港 其實主要是因為你們想起以前 以前 以前香港為什麼要點 香港為什麼IPO全球第一 因為主要是大陸點 大陸新興市場 過去幾年 我們之前引述過的 台灣那位財經學者 你和傅立言都說過 謝金河 謝金河 這個台灣神燈 台灣神燈 其實香港以前令到很多台灣人羨慕 就是因為吸引很多來自大陸的上市公司IPO 所以你才變成全球觸目的焦點 現在這條水不行了 那你就全家拿 你所有的寄望 放在大陸那裏 你就很糟糕 是不是這麼簡單 再補充一件事 根據港交所的資料 去年新增的上市公司 只有90間 這個仔細 我們待會再講 我們講到許靖宇的時候再講 我們來跟進一下 不勤 另一做這篇 其實說真的 另外引證了 香港正在步向 不是正市 都已經正在步向 國際金融中心為止的一條路上 一條不歸路上 沒有啊 你現在很慘 他就說 現在公司早前 在高層會議中公佈 很多審計以外的部門 員工 就說在今年12月開始 讓你選擇三個月裡頭 就放15日無薪假 即是說 在未來三個月裡 你起碼有半個月就沒有薪金 即是扣減六分之一的人工 即是沒有16.7%的人工 即是沒有16.7%的人工 但是不僅止這件事 本身呢 本身呢 因為其實德勤 現在業務局當然是不行 才要做到這一步 是不是 因為呢 生業不好 主要 他就說 現在呢 德勤中國資本市場服務部 那個合夥人 叫盧建昌 之前開會 就說 中國區裡面 每個城市 不只是香港 每個城市分佈的非審計部門 包括管理諮詢 財務諮詢 風險諮詢 和鑑證這些部門的員工 就說 你未來三個月裡 每人每月最少放五日無薪假 即是十五日 那你說 其實很有彈性的 即是這三個月裡 給你自己選擇 你喜歡一次 一鋪過 放了它又可以 喜歡 分開放它又可以 但是一鋪放了它 其實你就很容易 就會不來 你會令到自己是 即是等於之前彭博所說 即是其實很多iBanker 都有同樣的情況 就怕 喂放家放刀 你回來 你怕被人取代了 放家放刀瘋了 因為這些工 給得高人工理 就隨時隨地 節奏快 一定是 節奏現在就不會很快 但是這麼說 如果大家預期住 因為公司不行 可能會炒人 現在放這些工 這些工 大家意味著 不只是減薪 那麼簡單 大家都會有一個預期 可能會炒人 炒人的前奏 我們用以前蕭生的說法 大公司一定是很難減薪的 因為減薪是最厲害的人走 裁員是最廢的 那些人走 如果 你竟然是可以一口氣 擠到15天出來的話 你是不是代表你是 這個團隊最廢的呢 可能是的 現在就說 有些人感怒不感言 喂 我們在Big Four裡面 賺錢能力都算是數一數二 但是今年的花紅 已經減到比疫情的時候還差 還要在OT慣性沒有補水 OT慣性沒有補水 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們出生到現在的Big Four 都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些大公司 很流行搞什麼 team building 起碼你都要搞一個 年度晚宴 都突然間取消 哇 變成好像亞視一樣 亞視都照搞的 亞視是訂售包 這個消息人士還很不滿 硬件其他的賺錢 其他同行賺錢還比我們少 反而有更加高人工 有更加高人工 和花紅 甚至乎 就派特別花紅 相比之下 我們由董事至新人的同事的利益 就很沒有保障 看來Check Room裡面的Hotop Coin 都是受害者 是嗎 OK 都被解僱了 你是不是得勤的 你可以做我的消息人士 你有條件做我的消息人士 就是這樣說 這個感怒不感言的員工來講 其實說話沒有矛盾的 你說Big Four裡面 賺錢能力數一數二 那你刻薄都是賺錢的本事之一 你不刻薄怎麼賺到錢 開源和節流 我們經常說兩大要增加盈利的方法 是啊 如果其他公司更加闊綽的話 就是賺得少一點 可能他會比較快被淘汰 其實是 但是也有朋友就去報料 說被人解僱 很多是否內地部門 其實本身是港票 那這一班人不行的話 那你預料了 那些高才通 是啊 那些可能是 再不是的 就在香港 即使你讀了八大裡面的會計系 但是你都知道 一來香港讀書的那一班大陸佬 要不就叫高才生 要不就家裡有些背景 然後進來Big Four的那一班 你家人不行 當然就先解僱你 他就說 如果員工不跟從的話 是可以的 但是會被判斷 判斷 判斷 即是你不能不放假的 即是你不放假 你不就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做義工呢 其實是 無薪不是假 無薪工 行不行啊 15天那邊 那你不會的 那你一定是無薪監責 錢就不會有那麼多給你的 那你選擇吧 放哪一天 或者再不是用盡方法 就逼你找 要你做好多西他 是啊 其實是一件事來的 只不過就是 很多這些跡象顯示 都給我們看 即是 金融板塊不行 因為其實大陸條水不行 那IPO又少 而大陸的內循環又弄不起 所以呢 這個是惡性循環 是吧 其實全行都放假了 放一放下就會減人 就會財源 即是 我們先來講的是 那一群IBANKER 這群IBANKER 是幫人爆銷 幫人上市的 他們找不到其他人 去銷售這個 中港的股票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 聯邦退休基金 就說明已經 剔除了 這個中港的成份 他們找不到大金主的話 那你找什麼人銷售 銷售不到 那你就先逼著 放假先 再找其他的銷售渠道 然後 是慢慢下流開始 就是 BIG4 是幫手 做那些認證 評級 Audit 那些 證明這些股票 是OK的 證明這些公司 是OK的 那這一群人都開始不行了 開始要有人放無薪假了 那再下流下去的 那一群 那怎麼辦呢 其實是說 逐層 香港的金融業 是逐層 逐層 逐層 就腐爛下去了 不是說腐爛下去也好 就是萎縮 你等於那個老人家 你肌肉萎縮 變成常態 所以我們就是說 就是誰說 是不是好像馬時亨說 你說現在有多少業務 那個是陳警長 不是 是馬時亨說的 不是馬時亨說 現在那個資產規模有多少 就是世界第幾大 全球百大銀行裏面 有七十幾家在香港 你說的是鹽房 是吧 就是你的大隻佬 你是大隻佬 但是你在吊鹽水 你打不打才問題 就是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一家公司 他想解IPO 就算是來自大陸的公司 滴滴出行 原本是香港上的 現在好像是炮湯 在計劃明年 就是讓市況好些 如果你說 最重要的是 就算跟你在香港有親也好 最重要的是 你搞IPO 你的反應如何 有多少資金會過來 去幫你包銷 有多少人去買你的東西 有多少人給你面子 就算跟你在香港有親 但是如果在新加坡好些 一定去新加坡 對不對 泉仔再深入一點說 如果你再留意一下 現在香港最大的律師樓 都在慢慢縮緊 嗯 是吧 其實 是 你看到整個趨勢就是這樣的 下次見 看 來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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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